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5级以下的强度等级的气度沙江要选择什么呢 32.5级的柜权水泥半质 M15以上的沙江要选择42.5级的水泥半质 什么意思 就是高强度的沙江要用高强度水泥半质 低强度沙江要用低强度水泥半质 跟我们前面讲的混击土一样 道理 第二个沙江的配合比 沙江配合比呢 大家注意一下 要满动什么呢 满足稠度 保水力和抗压强度 这三个要素的规定 稠度 保水力 抗压强度 三点要求 那么大家注意看一下沙江的稠度 我要解释一下 沙江的稠度 大家一定要脱离开过去我们什么 河洲的概念啊 好像认为沙江的稠度越大 就说明越稠错了 沙江的稠度越大 就是流动性越大 沙江的稠度怎么检测呢 你看它是以毫米为待位 我说一下啊 沙江现场做完之后 有一个沙江筒 沙江筒 这就全是沙江 我画谁也做好了 有这样一个测量稠度的仪器 这是支架 这有刻度 然后这有一个连接杆键 是滑动套在杆上的 连接杆键这会儿呢 悬挂什么 圆锥 锥体 锥体 沙江做好之后呢 把这圆锥体放到沙江面上 是不是要 圆锥体键自然往下沉呢 它一沉 沉到这来 你看我画实际 沉到这来 检测是这个值 这就是稠度 这个检测值 就通过这块一下滑 你看 这一下滑 滑到这来了 这值就出来了 一毫米没单位 这想象稠度的 你们看一下呢 这个值越大 说明稠度越大 说明这个沙江怎么样 越稀 流动性大 反之呢 下去就 嫌这下不去 就是什么什么 稠度小 稠度小 这个值就小 所以概念要清楚的啊 和喝桌的不一样 好像认为 稠度大就跟喝桌 一样稠错了 沙江的稠度越大 说明流动性越大 越稀 概念是这概念 有什么用 你们记住 我们所用的气块 如果表面粗糙 含水力 吸水力高的 它一定要用稠度大的沙江 它稀呀 好做 反之 如果这混民土的气块 表面光滑 吸水力低的 它一定用稠度小的沙江 记住概念 这就是沙江 稠度的概念 再说一遍啊 沙江的稠度大 说明稠 流动性大 反之就小 和喝桌的概念不一样 注意 好 下面一个分层度 就是解决保水性问题 至少等吧 30毫米 才能保水 太保了 失去保水作用 然后呢 第四条 强调一个什么呢 不能用M5的水力沙江 替代同等强度的水力火荷沙江 为什么 火荷沙江里面 加上石灰高之后 这个沙江 合一性好 好气柱 但是你要换成同强度的M5的水力沙江 它没有石灰高了 合一性差 非常硬 气起来非常难气 所以规范就强调一个 要提高一个等级 瓦工最不喜欢使用 什么低标号的水力沙江 气起来非常难 怎么办 多加一下水泥 提高强度 好 往下走 沙江的半日机使用 我把重点拿出来 其他的你不用记了 就是随办随用 一般在三小时内使用完毕 那么高温集结施工 超过气温超过30度时 两小时内使用完毕 就这些 接着第四项 沙江的强度 沙江半日工程中要做试块 试块规格 你们看到了7.07厘米建方 标准强件 养护28天测住的 一般是一组三块 测它的什么算术平均值 然后下面就是砖气体工程 怎么气砖 刚才他们讲基础说过了 一顺一钉 起柱子 你们记住 我把一些重点说出来 二次砖墙厚的承重墙 到了最上层一批砖石 一定要采用钉砖气法 整钉气的 这条 那么第六条就是什么 沙江的灰缝 宽度10毫米 不能小于8毫米 也不能达来12毫米 那么第七条 砖墙的水平灰缝的 沙江饱满度 不得小于80% 你们记住 空心七块 多孔七块的 混凝土七块 净面积的 沙江饱满度 不得小于90% 注意的 然后下面就是第八条 砖墙上流失临时施工洞口时 洞宽 不得超过一米 离墙边的距离 不得小于500% 基本条件 我这里讲一个原理 以后大家记住 在墙上流临时施工洞口时 我画个基本原理图 这是一个去的一变墙 四周都砍过住了 你记住 这个墙的自重 不是你想象的 直接全落到底下梁上了 它是怎么样的 我们分成这样的区域 这是三分之一 这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以上 这个墙体的自重 它并不是落在了底下的墙上了 它是干嘛的 按照这个拱的曲线 这些核载圈落到两端上了 就这份自重 落到两端上了 这是专体体的一个特性 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记住了 在墙底上 留至洞口时 尽可能留在中间部位 不要太高 它对墙的 强度的影响是最小的 留在哪呢 你要留在两端 注意看 就破坏了它的支撑曲线 这墙的承载力影响是非常大 这就是基本原理 你就清楚了 所以要留的时候呢 洞宽 我们说过一米 据墙的距离至少多少 五百 我告诉大家 留在中间是最好的 这条我讲一下这个基本原理 就是它 好 我们继续 第九条 简单记一下吧 不得在下列墙底或部位设置脚手眼 你记住 脚手眼相似是解决连接的脚手架子 感见的 它有一定的承重和抗拉拔的能力 所以你记住一个 前中墙 清墙 绝对不能留脚手眼 梁下面也不能留 这规定 一二三四五六七 不用背 原理都清楚的 然后接着第十一条 墙底在这留这个斜茬的时候 怎么留 就斜茬的水平投入潮动 不仅小于高度三分之二 我把这里的茬给他说一下 第一种茬就是砖墙在七柱中 转角地方留的茬是这么留 这个叫做斜茬 斜茬是水平投影的长度 不小于这个高度的多少呢 三分之二 这个茬是交接是最好的 但是留这茬 基础水平一定要高 才能留出这个斜茬 第二种茬是不建议留的 什么呢 叫凸茬 气一层退六十 再进退 这接茬就很难接了 这就是直茬 直茬经常出现在这开令 所以规范规定 非抗战区或者抗战区都要加什么呢 加这个抢押金 岩墙的高度不能超过五百 埋墙的长度要大一等于五百 这就是直茬 第三种茬是购刀柱的结茬 大家看一下 这是购刀柱 先立好钢筋 购刀柱的钢筋 都立好了 然后气长的时候留的茬是叫做 马牙茬 怎么留 第一步退六十 气三百 再进六十 再退 再进 再退 再进 这边对称一样 这就叫什么 马牙茬 它保证什么 底部为什么要先退呢 保证住的极面尺寸 面积要足够的大 因为这块简离瘦的最大 然后一支模板 胶着古凝土 而埋墙的钢筋 这个方向 钢筋 高度一样 不得超过五百 这个埋墙的长度要大于多少呢 一米 这是几个接茬要清楚的 重点 够刀柱 转向留意 马牙茬 所以这三个接茬是个重点 能初提考你一个 注意的 接着大家注意看的 就是往下走 这十三点我们说过了 够刀柱接茬怎么接 马牙茬 第十四条 大家看一下 就是 施工时 楼层的高度一般不易超过四米 然后每天气住的 这个墙体的高度一般呢 不得超过一点五米 那么雨季施工 冬季施工一般不超过多少呢 一点二米 好往下走 我们再看一下 混凝土小型空心旗块 气体风称 一般这种旗块一般是 非城中墙 你们记住的字眼描述 是有它的含义的 一说混凝土小型空心旗块 它是混凝土加骨料做出来的 是石子做出来的 一说混凝土小型空心旗块 这是一种 还有什么 轻无料混凝土块 它去分就出来了 它是什么 轻无料做的 这种旗块只能做分隔墙的用 区别在这 而这样的旗块有一特点 混凝土小型空心旗块 它的吸水力低 气住之前不需要浇水时润 可是 轻无料混凝土小型旗块 干燥 需要浇水时润 区别就在这 我再问大家 混凝土小型空心旗块 用的沙江的稠度是大还是小 一定小 反之轻无料应该用什么 沙江稠度应该是大 区别就在这 所以大家看 第二条就告诉他的 混凝土气块要浇水时润 混凝土不需要浇水时润 小型需要浇水时润 怎么气住 简单 一共六条 好了 这有关的空气气块气住 接着看田中祥的气体工程 这里面大家注意 用轻无料的混凝土气块 在气住 还有增压加气块气住 这个隔墙时呢 它的重点在哪呢 就是零气 不能少于28天 才能上墙气住 然后寒水力控制 一小于30% 接着第六条就告诉大家 在卫生间厨房 气住这种气块时呢 这是潮湿的环境 要做一个混凝土的砍台 高多少 150 你们记住 它跟我们前面讲的有点差别 前面讲的地基基础是200 它是指的地下 这块讲的是地上 只能这么理解 然后第八条 增压加气块 和其他的轻化气块 绝对不能混气 因为什么 二者的强度是不一样的 而且相容性也不一样 注意着 加气混凝土气块 不能承重的 所以一定不能设置脚手眼 气住高度 宽度也是一样的道理 好 这是有关的什么呢 就是气体工程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呢 钢结构的工程施工 钢结构施工 大家注意一下呢 它跟那个钢筋滚动结构 实用是一样的 材料进场 要复验 钢材们更得复验了 复验什么 拉伸性能 弯曲强度 等等 不变的 对方的标准要求 我们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呢 钢结构在这块 在描述的中间 就是连接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焊接 在焊接中 大家注意一下呢 钢材的可汗性是重点 我们讲过 含碳量是确定 可汗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他这里说到了 含碳量 也是碳量越小 可汗性越好 反之 越差 问大家 结合我们前面谈到的材料 钢材的 焊接的钢结构 含碳量普通超过多少 还记得出吗 啊 百分之零点三 普通的钢筋 普通的钢筋是多少 百分之零点八 区别就出来了 跟前面材料又对上 接着就是程序 汉工要考试合格 取得资格证书 持证上岗 市政单位 首次采用的钢材 焊接材料 焊接方法等等 记住一个 要在钢结构制作机 安装前 进行焊接工艺的评定 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程序 要记住的 接着就是汉缝的缺陷 六类 六类 六类缺陷有裂纹 孔穴固体夹杂 未融合 未酣透 形状缺陷 那么这里面要求大家记住 这六类缺陷 产生的原因 如何防治 不好记吧 给大家建议 我硬物考试就这样有原则 不是六类汉缺陷 你要考一个吗 他不会考六个 我呢 临考试之前 我就凭第六感 记一个 记完之后 进考场了 如果考了 就算我第六感感觉好 如果不考 就算我第六感感觉不好 就这样应付的 总比你背六个 记不住墙 总比你不背 一个都不背一枪 这我们强调的 给大家建议啊 当然你有 你有这个能力 你把这个六种汉缺陷 你都给背下来 裂纹 原因是什么 母栽的抗烈性较差 汉间材料质量不好 工艺参数不大 汉间精力过大 你看这多少 然后呢 产生整理的主要原因 是汉间机构的设计不合理 汉缺不止不当 你看看 你要答这个 得答多少 孔穴 是什么原因 大家看到了 然后故技夹杂 是什么原因 未融合 是什么原因 形状缺陷 什么原因 好 这么多 你怎么记 所以凭第六感 你记一个 应付考试 我们说一个题外话 你要六年没考过 你至少是一个汉阶专家 对吧 这个汉阶 好 接着我们看一下 螺栓连接 螺栓连接分为普通螺栓 和高强螺栓两类 我们这里强调一下 普通螺栓的制孔工作 记住 严禁 气格 扩孔 用气汉 扩着孔 严禁 同样道理 高强螺栓也是这条 严禁 气格 扩孔 这两是一样 然后大家看一下 第三条 每个螺栓头 放置的电圈 不能多于两个 螺母 侧电圈 不能多于一个 强调的 接着看一下 第二项 高强的螺栓 那么高强螺栓 大家注意一下呢 也是 严禁气格扩孔 但是你看第二条 高强螺栓 在固定时 它跟它接触的钢板面 要做成摩擦面 强调这个摩擦面 增大摩擦力的 所以摩擦的方法 有喷沙法 酸气法等等 这摩擦面 绝对不能做任何的处理 要保证 螺栓能够接触它 否则就失去作用 把这做上油漆 防腐那就错了 这摩擦面的处理 接着 大家注意一下呢 第七条 高强螺栓的紧固 严禁气格扩孔 强调了 接着 大家看第十条 高强的螺栓 紧固的顺序 分为初宁 复宁 中宁 要在 24小时内完成 紧固的顺序 和浦东周栓一样 都由中间均匀向 四周进行 只不过它分成了 三个部分组成 由中间到四周 先进行初宁 完成之后呢 再由中间到四周 进行复宁 然后再由中间到四周 干嘛呢 进行中宁 这个程序 三个程序 要在24小时内完成 而第十一条 这个结构 有栓有汗时 如果设计没有规定时 先栓 后汗 好 这是钢结构的连接 接着我们看一下 钢结构的涂装 再去助理一下 钢结构 要先做防腐 验收合格之后 再做防火 这就是程序 别的你不用记 而防火涂料涂装 我们前面讲过 它分为CBB和H三类 汉语P 超薄薄和厚 你们注意 这个不同的防火涂料 CB和B 是浴火膨胀型的防火涂料 检查的质量是涂层的厚度 是吗 浴火形成的发泡层的厚度 而不是涂层厚度 而厚度型的 是检查它的涂层厚度 区别在这 注意的 然后代表符号 N就是内 W就是外 就是汉语P内 外 所以大家记住 这块描述全是汉语P描述的 不是英文 注意这点 然后涂装的工艺流程 我们这里特别强调第六条 钢结构如果采用厚度型的防火涂料 它是非膨胀型的 它的耐火基建技术取决于涂层的厚度 所以一定要防止它脱落 第六条又告诉你 在下列的地方做厚涂型的防火涂料时 怎么采取措施防止脱落 就是一二三四 什么地方 承受冲击振动核载的钢梁 涂层厚度大于40毫米的钢梁和航架 粘接强度小于等于0.05 怕的钢构建 还有钢板墙和浮板高度超过1米5的钢梁 这些干嘛呢 要采用什么呢 用钢瓷网固定住 然后再刷这个防火涂料 就加网的措施 接着就是防腐和防火涂料的油气工 是特种作业上岗正上岗 不是普通油气工所做的 接着我们看一下 钢结构的厂方安装 这里面我们强调几个重点 不用看那么多 首先看钢结构的钢梁架的安装 你们记住 掉点一定要选择在上拳的节点上 要保证这个钢梁架 上下拳不能颠倒 什么意思呢 大家看 我画一个梁架 这个无价我们前面讲过 下拳管是受拉的 上拳管是受压的 在钢结构设计中 所有受拉杆件 它睡的杆件 截面尺寸小 杆件长 因为它是受拉的 受压杆件是杆面 截面尺寸大 杆件短 就短粗 受拉杆件细长 那么掉点 就要选择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现在上拳的节点上 在掉档的整个过程中 上下拳不能颠倒 你们想一下 如果颠倒了什么结果 上拳管变成 下拳管变成上拳管 就受拉杆件变成受压杆件了 它会出现永久变形 这个钢梁架就废了 这种受压杆件 怎么颠倒都没事 就要注意 受拉杆件绝对不能出现 在掉档中出现受压 这是我们讲到的 这一点要控制的 重点 接着就第六项 高层的钢机构安装时 大家注意呢 准备工作 划分 安装顺序的确定 劳定的安排 吊装顺序是什么呢 先吊钢柱 再吊钢梁 再吊支撑 这个安装顺序 就跟受历是一样的 这最基本 然后网架的安装 这里面介绍网架安装方法 你就简单记一下 有高空散装法 它怎么做 全支架拼架的系统 适于螺杉连接的 大和满汤红架子 在高空散装法 还要做成一条 一块的 然后进行安装 这叫做分条 或分块 第三个是滑移法 在这块安好之后 做轨道推移过去 跨过施工缝 等等处理的 还有整体吊装法 把网架全做好 用几步的吊杆吊车 同时吊起来 还有整体提升法 干嘛呢 整个网架做好 提升 主要支撑就位 还要征集顶声法 就了解一下 这几个方法 第八个 亚星金属板 没什么考点 就我们现在经常用的 亚星金属板 做屋顶处理 这是钢结构的内容 好了 接着我们再介绍一下 就是装备式混凝土 结构的施工 我这里给大家说一下 装备式混凝土施工 我们前面讲过一节了 它有全装备式 还有预制装备式两种 这里面大家注意一下 所有的装备式构件 你要解决一个运输问题 超高超关的问题 在运输过程中 你们记住 我们的所有的 混凝土的构建 你看 我给大家讲个例子 是有承重的墙板 这是承重的墙板 它是受压的 还有楼板 楼板 它是这样水平 受这样的核载作用 还有柱子 它也是受压的 我画这个图 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在吊装运输工程中 一定要体现 原来构建的受力状态 明白意思了吗 你们看 墙板 运输是一定要立着运 堆放是要立着队 楼板要平着运 堆放是要平着放 柱子 当然只要水平运 没办法 梁也是水平运 这是我们强调的点 构建运输要体现 构建原来的受力状态 如果你的运输 超出了 改变了原来构建的受力状态 你要验算 要验算 刚刚我们说的 这个柱子 以平躺的运 还有掉点 你要验算什么 悬躺这部分的产生的副弯具 是会造成柱子开裂 要注意 好 这是我们强的基本点 所以大家看到的堆放规定 要求 墙 墙板 竖向放 楼板平着放 在平着放是要上下对齐 对齐指的是什么 大家看一个图 这是地面 我加电块 放第一块楼板 这是垂直线 再放电块 放第二块楼板 上下电块要在同一垂直线上 你要是不带同一线上 这层放在这了 你看一家合在 等于这个板变成悬条板 如果你不注意 上面再放板 好 等于这块楼板要承受 上面所有楼板的合在 这是悬条的 这楼板一定会在这开裂 这是控制点 强调一下 很简单 装备是 我们需要大家知道是什么呢 预设构建的安装 干嘛呢 先安装角柱 边柱 中柱的顺序安装 胶柱也是这样 就是这点 然后预设建立墙板安装 规定 也是墙板要先行吊装 然后吊装就位时候再进行连接 连接是要我们采用什么的 一般就是套筒灌枪的技术 这个技术 大家看一下 我要说一下 它的连接内容是重点 把它记一下 从这开始 我讲一下什么叫套筒灌枪技术 大家看啊 这套筒是什么样子 是这样的 钢套筒 我画十一 这是套筒 它起什么作用呢 这是这个墙板 我画十一 这个墙板的钢筋 像机械连接一样 跟这套筒固定住 然后下面墙板 大家注意看 这个墙板在这儿呢 它有它的钢筋 我画虚线 干嘛 吊装就位 这钢筋放入这个套筒中 这块也有 注意看 第一墙板钢筋 也是放入套筒中 就是钢筋 就做好了 这里安装顺序 这是轴线 从底下往上装 第一块墙板立好就位之后 做好控制线 这碗要加上 高强度的水泥浆 叫做浆 然后把上面墙板 严死合缝的 套筒对着钢筋 套好 套好就位之后 干嘛呢 开始往里压浆 从底部孔 往里压浆 压到上面孔流出来 就说明这灌板 这就是套筒 灌浆技术 我们看一下 这个板的立面 你就明白了 这是上面的墙板 每一个钢筋 这边都有一个套筒 有两个 朝外的洞 底下的这个墙板 钢筋都和这套筒 连上 这是水泥浆做好 然后压浆 从底液孔里压浆 从上面冒出来 就完成了 这是套筒灌浆技术 非常重要的连接 也是现在最 就是现代技术的连接 这连接 大家记住 叫套筒灌浆技术 干嘛呢 你看一下 检查内容 套筒 预留孔的规格和位置 数量和深度 被连接的钢筋的规格 数量 位置和长度 然后呢 在套筒灌浆中 大家注意一下呢 往下走的几条 这是重点 什么呢 灌浆施工时 环境温度不能低于摄氏5度 养护的温度 低于摄氏10度 是要进行加热保温 然后灌浆的所有过程 要专职检查运员 负责旁站监督 旁边站着监督 要形成检查记录 然后呢 搅拌的时间 规定要检测 鸭浆呢 从下口往上灌注 然后半盒料 要在支备后 30分钟内完成 我这里说一下 这块它没写 在套筒浆过程中 要做尸块 尸块规格多大的 记住 40乘40乘160 每层至少做三层 都是毫米 记住 这块是重点 重点 记住它 然后再看一下第五项 厚焦谱 您的施工要求 我说一下 它怎么做的呢 我画实际图 还是装备式建筑 这是承重的外墙板 这是承重的隔墙 内墙板 它的施工工艺干嘛呢 要求节点和板 采用全部线胶子 板要采用迭格层的做法 怎么做 我们看这轴线 我画一下 我画实际 这是承重的墙板 我画实际 这是承重墙板 这再画一个 三个 这是在轴线位置 这是泡面 它怎么做呢 这个承重墙板 已经甩出钢筋来了 而柔板在工厂生产 是圆孔板 干嘛 带孔了 板的跨度 甲金这是 轴线尺寸是三米 板的跨度多少 2920 这三米 2920 等于这个板的跨度 比11跨度少了 80 干嘛 板从来不满搭 甲金这个板厚 是250的 承重板 250厚的 它只是搭了个8公分 搭到这 这边也搭到这 都搭8公分 你看一边搭8公分 这边还剩下多少 还剩下90 这个间距是90 流出来 干嘛用 待会你就知道了 这个板 所有的瘦力钢筋在这 看这个泡面 这个板 纵泡面就是这样 这是圆孔 这是甩出的运动力钢筋 都在这 接着 要求板之间 这个布置过程中 注意 板之间拉开缝隙 绝对我们不能紧挨着 拉开缝隙 怎么拉开 这样 这拉开缝隙 拉开多少 120到150 都拉开 两端 外墙 这个位置将来有暖气管道做的 这块绝不就装配式的 你看这是墙身 它这块一定做成线胶的 布置钢筋 做好之后 干嘛 放这样S型的布筋 这块也放 都放好 有时候不放 布上钢筋网 这时候呢 胶筑混凝土 这钢筋网胶筑 这就是什么 线胶的钢筋混凝土的叠合层 它把一个装备式的建筑楼板 用线胶的叠合层和线胶的泪 牢牢把这楼板给孤住了 加强它的整体性 它的抗认性能一下大大的提高了 做好 这是我们给大家强调的 就是什么 所谓后胶混凝土的施工要求 所以大家记住了 装备式板缝之间的距离要准确 位置要准确 做好之后呢 再开始胶筑混凝土 这现在装备式建筑的常用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套总灌浆技术 一个是这个板之间的线胶的钢筋混凝土的叠合层 这是重点 前面讲的都是简单的描述 隔墙板立着发 柔板平着发 掉点掉在五 掉在两点掉桩等等 这块是重点 把它记住的 特别是做尸块的规格 四十乘四十乘一百六 每层要做三组 有些人说怎么这块没说呀 他在后面规范验收时说 我们这块写书就是不再一起写 老重复 然后往下大家看一下 又解释 受弯构建 临时支撑时就强调一条 我再说一下 构建本身的结构设计的受力状态是什么样的 我们运输存放 要满足竞争满足他的受力状态 好 这是我们给他介绍的什么 就是装备式结构 我说一下 装备式钢筋混凝土结构 和装备式技术和施工 在我们今年的考试中 它要占一定的比重 但是不会太多 也就在五分 最多也就是八分 不会再多 下面我们介绍呢 钢混凝土组合结构的工程 施工 这种结构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用形钢 加混凝土 二者合在一起构成的 它的特点是什么 就我们这给大家总结的特点 我画个图 你就明白它特点在哪 你看 早年间国家大剑的施工 我画十亿 仿然安德鲁座的设计 它的柱子是钢筋混凝土的 椭圆形的柱子 它跟那整个造型一致 你们说 这个椭圆形的柱子 如果钢筋混凝土的 你怎么施工啊 怎么施工 织模板 这模板怎么是 钢模板 模板上说了 我给你这种椭圆的模板 制完全给你 连材料再制作全给你 以后我不要了 为什么 以后没人做这柱子了 所以它的施工呢 就改变了 大家看 椭圆首先有什么 它有一个什么 有两个焦点 在这在这 它这个焦点处 请你看 先放一个公子钢 公子钢 大界面的公子钢 而梁 大家注意 也是公子钢 公子钢 公子钢先看成一个 钢结构的架子 承重的 然后呢 只有柱子 再开始绑钢筋 我画是一样 该绑钢筋绑 钢筋 受理钢筋 就跟公子钢在焊上 连续一个整体 然后呢 外面模板怎么样 不要了 用薄钢板 做成两个规格 一个半切的圆 一个是一个曲面的板 在焊上 而这个板 看里面 开了无数个孔 这开孔 表面封上 好 这时候干嘛 焦住混凝筒 通过焦住混凝筒 震倒 这个混凝筒 跑到这个孔里面 钢板是跟钢筋 码都看好的 再加上混凝筒 给牢牢的跟它 枪在一起 这就构成了一个什么 外面看是个钢柱子 实际上里面是什么 混凝土 加公子钢 两个更简单了 该配钢筋 配钢筋 这个模板都不需要支撑了 都跟公子钢连上 没有支撑 然后 焦住混凝筒 这新钢 混凝筒的组合结构的优点 我们总结一下 这优点在什么地方 第一 整个结构的支撑 是靠公子钢承受 混凝土在焦住工中没有强度 不要紧 公子钢承受 第二 没有支膜了 没有支撑系统了 全靠公子钢来承受整个核赛 所以现场 进度大大提快 第三 钢结构的怕高温 靠混凝土给保护了 所以这种 这种新钢 组合的结构 干嘛呢 施工进度大大提高了 跨度增大了 特别适合超高层的建筑师 这种新钢 混凝土组合结构的特点 和它的优点 所以这块的考点在哪 它基本出不了考点 就让你简单介绍 它的优点 特点是什么 我把这个图画完 你就清楚了 我们现在很多超高层 都采用这种方式 所以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面的优点 特点就得提高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 到此为止 有关的结构的内容 就这些了 它的重点 主线 就是线胶的钢筋混凝土的结构 然后呢 再加几个负线 一个是钢结构 一个是装备式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还有一个预定力工程 这三条负线 它又组成了结构的工程 这个主题 考的是什么 我再说一遍 一 材料进场的复验的程序 二 施工过程中 材料检验的程序 三 出现的质量缺陷 哪些是材料的原因 哪些是工艺的原因 而涉及到这些流程程序 绑钢筋 织模板等等 每完成到工程之后的要在验收 这些就是在什么 懂得技术在质量控制中考你这些质量管理的程序和过程 而我们在座的各位学员 你就是这个过程的控制者 了解它 一些必要的数字你要记 但是大部分内容你要记住它的过程程序 之后 希望能不能留学这些质量 在这些质量横在装里面 水质量恐怖的 为了 我们赢了